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房子什么时候说要卖的 前两天吧 有兴趣吗 可以开房 房主在家吗 他把钥匙给我了 好 你待会儿看一眼 这套房子难备通透 空气又好 平时就他一个人住 前面好几个人都看上这套房子了 都抢了加冰金呢 你如果想要的话 房主马上可以搬走 我想见你的房主 价格已经很低了 你给你打电话吧 我想见你的 房主来了 是你啊 是我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所以我让他们给你打电话 这是我朋友 那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有事就跟我联系 谢谢 正好 我卖的房子钱本来就要给你的 这样更方便了 你跟中介直接谈吧 我走了 你去哪里 回老家 或者去别的地方 反正不留在这儿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了不让你见到我 我们说好了不再见面的 你又来了 所以我要走得远远的 这房子我也不要了 随便你 但是钱你得拿走 我不要 你得要 这笔钱对你来说很重要 不管走到哪里 总会用得着 我也放心 否则的话 你走到哪里 我找到哪里 你答应我 我现在就离开 好的 我答应你 再见 你 喂 你好 哪位 喂 你好 什么 到底怎么了 是我妈出什么事了 刚才你继父打电话给我 说你妈得了十道癌 马上要做手术 但是他们一直联系不到你 他怎么会得石头癌的呢 我知道了 我走了 你要干吗 回家 那孩子怎么办 你应该带他一起回去 让你妈也见一见他 你要我怎么跟我妈说 你这是干吗 会有办法的 我妈不会不认他的 谢谢你特地来通知我 思春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能不能别这种态度 那你要有什么态度 让我求你帮我想想办法 让你冒着被靖茹发泄 我们俩关系的威胁 陪我回四川 还是告诉你 我还是那么爱你 干脆别和靖茹好了 你回到我身边吧 我陪你回去 我陪你回去 那靖茹怎么办 我会跟他说 那你怎么跟他解释 找我的电话会打到你手机上 他们怎么会有你电话的 我曾经找过你 去四川找过你 找你时间回去收拾吧 招紧时间回去收拾吧 这么巧啊 是啊 这么巧 我们公司未来的老板娘 看起来好像挺随和的 看起来还挺文静的 不太像我们老虎 她是做什么的 幼儿园老师 哪个幼儿园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她 不过听说 好像是个很好的幼儿园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位叫 靳如的老师 靳如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位叫 靳如的老师 没有 是吧 靳如 对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位叫 靳如的老师 没有 是吧 好 谢谢啊 你这儿有没有一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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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思纯 是我 你有没有时间陪我 来选一下喜糖啊 我吃了好多都快被溺住了 我去不了了 我要回四川 有急事 回四川 回四川干吗呀 你不会不来参加我的婚礼了吧 应该可以吧 只是我妈妈现在有点急事 她突然生病了 所以我得马上赶回去 这样啊 你别着急 既然自有天象 那小兔子的爸爸不就在四川吗 你让他先回去照顾你妈 而且让他先把医药费垫上 其实 靳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小兔子他没有爸爸 之前 我一直都是在骗你 什么 他没有爸爸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们知道有没有一位叫靳如的老师 靳如啊 他今天会晚一点回来 你哪位找他 有什么事 我是他一个朋友 什么药源 地址 我叫李天明 我叫李天明 回来了 回来了 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说呢 靳如 你先坐 我也有事情想跟你说 我怕我现在不说 就很难再有这份勇气向你坦白了 其实以前也想跟你说 但是 就每次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靳如 对不起 喂 喂 是我 是我 是我定的 你先出一张票吧 好 谢谢 靳如 你都不知道 今天思春给我打电话 说她妈妈病重 要回趟四川 所以我给她订票呢 而且小兔子 根本就没有爸爸 她老公 早就抛弃她和孩子不管了 你说 要是思春一个人 带着孩子回去 她妈妈得多不放心啊 肯定会受不了的 万一要是出什么事 思春一个人肯定应付不来 但是我真是想不通 你说我们俩那么好的朋友 她干吗要瞒着我 对了 顾小 你能请假吗 干吗 你能不能 陪思春回一趟四川啊 我 我知道你工作挺忙的 其实我不应该麻烦你 但是明天园里面要开会 我实在去不了 你就帮帮我吧 行吗 我去 静如 我现在就帮你订票 郭晓鸥 我把我最好的朋友和他的孩子 就托付给你了 你一定不要辜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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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对了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说 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讲 而且还要鼓起勇气 到底怎么了 没怎么进入 没怎么进入 我就是想跟你说 你是我所见到的女孩子当中 最好的一个 我有些累了 我想进去休息一下 嗯 喂 四川 你的票我已经给你订好了 本来那么大的事情 我是应该陪你一起去的 但是明天园里要开会 我去不了 不过啊 我已经让我们家郭晓鸥去了 你有什么事情啊 今晚跟他说 把他当成自家人使唤就好了 四川 来 快 抓紧时间 我机票已经换好了 你都跟靳雯说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 是他主动让我陪你去的 快走 郭晓 要不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别 别犹豫了 快走吧 你放心吧 我们不会做任何对不起 进入你的事情 快转紧时间 要不来不及了 老板娘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在这儿上班吗 对啊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一个朋友 就住在这儿附近 我们好像蛮巧的 每次都能碰得到 是啊 不过啊 幸亏今天没有撞到你 我这个人走路一向跌跌撞撞的 对了不能跟你说了 我快迟到了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老板娘 老板娘 鞋很漂亮 谢谢啊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都忍不住要崇拜你了 怎么了 你就不怕他们发展得什么出来 他们俩能发展出什么呀 你说呢 让自己的老公陪别的女人回老家 思春这个女孩子我不是没见过 长得那么漂亮 我看你脑袋是真出毛病了 人家思春是我最好的朋友 而且人家还有一个孩子 你要是说别人跟郭小 没准我还真会相信 你要说思春啊 打死我都不信 再说了 我和郭小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带着她 他们俩要是真有什么 我能看不出来 思春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有孩子怎么了 有老公也能离婚呢 这一年头啊 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拜托啊 思春才二十岁 都能做郭小的女儿了 正流行老少恋呢 我们俩都要结婚了 要是连这点信任都没有 那还欠什么呀 再说了 你知道我们家郭小 跟我说什么吗 她说 我是她见过的最好的女人 怎么了 嫉妒了 今天有一个叫李天明的 打电话来找你 李天明 我不认识 我给靳如打个电话 靳如 是我 我们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直接去医院 思春很好 你放心吧 有我在 有什么事情 我会随时给你打电话 你帮我谢谢靳如 思春说谢谢你 好的 你放心吧 你也好好保重 拜拜 来了 妈 妈 妈 思春 思春 你来了 思春 没事 妈妈 这是一个小手术 妈是想你啊 叔叔 到底什么情况了 我也不知道 别着急 她就是在浴缸里摔了一跤 送到医院来拍片子 居然查出了什么十道癌 而且已经是晚期了 已经扩散了 医生也说不准 说是要等手术过后 才能真的确定 家里出这点钱全砸给她了 一会儿就动手术 接下来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家里哪有钱给她治病嘛 就是花了钱 是死是活 还不一定呢 断命贵 叔叔 这里有一万块钱 你拿着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不行不行 就这么心了 就这么定了 那 那我就收下来了 收下来吧 好 先别着急 任何事情啊 都有解决的办法 那我先去看一眼 来 快去先看看吧 小郭呢 他在外面呢 他上次就来过 我才知道 你找了这么好一个男朋友 谢天谢地 等你找了这么好一个男人 妈 郭小她不是 妈 想哭 快坐 来 小兔子 叫外婆 外婆 好贵 你啊 什么时候接的婚 也不告诉我一声 妈 您就好好养病 您您好了呀 我们俩回来 好好办一场婚礼 想过了 想过了 思春 就拜托你了 您放心吧 放心吧 妈 你放心吧 放心吧 好吧 백哥 加油 给我们俩 让我们用什么 谢谢 谢谢 现在你们最关键的是要注意病人的肾 由于手术强度的关系啊 病人的身体的其他器官可能都无法承受 第一个宣兆就是肾 如果肾开始衰竭了的话 那么其他器官也会随之衰竭 如果肾功能恢复了的话 就表示开始转向健康了 你们呢也不要太紧张 先回去休息休息 等一会儿再过来吧 好 谢谢你 谢谢大夫 太好了 你可以放心了 有一个人盖着锭 你给静怡打电话了吗 大哭了 我都跟她说了 如果妈妈没事 你跟静怡也开开心心地结婚了 那就好了 你现在真的不像我老大了 像一个朋友 你是在想静怡吗 有点吧 你听你说妈妈快没事了 我一下就轻松了 有点饿了 咱们去吃点东西吧 要不这样吧 我下去帮你买上来 好吗 没事 我祈福他们等会儿就上来了 那好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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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明天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在这儿多待几天 陪陪妈妈 这些年一直没有联系过她 我一直觉得她嫁人了 有新的生活 我也应该彻底把她 从我的生活当中 踢除出去 可是真的出事了 才觉得无论怎么样 她都是我妈妈呀 姐姐 咱们看 咱们那个 咱们让她们写着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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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以后 我们还是像约定的那样 不要再见面了 那样对谁都不好 现在能这样 我已经很满足了 喂 什么 好 马上回来 走 赞点时间 怎么了 快 怎么回事 对不起 她的肾已经开始衰竭了 怎么会这样 她刚刚不还好好的吗 就是啊 那 爸有没有希望 到了这种地步 我们也没有办法 她已经醒不过来了 我们要记得 郭小 我把我最好的朋友和他的孩子 就托付给你了 你一定不要辜负我 四川 你有什么事情啊 尽管跟他说 把他当成自家人使坏就好了 你要是说别人跟郭小 没准我还真会相信 你要说四川啊 打死我的东西 四川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这年头啊 是知人知命不知心 他的人 他说 他说 你 他说 他说 你好 你好 郭小不在 我知道 对了 星期天你还加班 我还有一些工作 我想把它做完 那你先忙吧 我帮郭小找点东西 对了 他办公室在哪儿 谢谢 你知道在哪儿吗 什么 你要找的东西放在哪儿 我不知道 没关系 我找找看吧 谢谢 有事儿吗 我在你公司楼下 你马上下来 我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我在公司有件事 你先下来 我说完就走了 好 好 我 我 说 我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找我干吗 我想要一个我们的孩子 你说什么 我说我想要一个我们的孩子 我现在很忙 没时间跟你开这种玩笑 我不知道你的事情 什么时候才能了结 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既然我们不能马上结婚 那你给我一个孩子 无论你是活着还是死 跟我去医院 医生可以做到 徐云 我还有很多工作的人我去做 回去再说吧 那你是答应我了 真的不想我陪你啊 不用了 你忙你的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 谢谢你帮我这个忙 谢谢你帮我骗过我妈 她走的时候一定很欣慰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是我自己该承担的 你还有你的事 你的生活 我自己想留下来 我自己想留下来 多陪陪你 还有小兔子 真的不用 放心吧 我自己能行 那好吧 好 还是那句话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有什么困难 随时随地打电话给我 记住了 好的 你路上小心 过小兔子 要对静茹好一点儿 你要记得 你会用剩下所有的时间去爱她 心里不要再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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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 再见 再见 思辰 再见 姐 如果你太疼 我是烟火 我是烟火 为你闪烁过 而后散落 你看到过什么 又寻找着什么 我燃烧自己 化在你眼里 如果我睡了 你是路火 曾经吻了我 每个角落 我等待着什么 喂 你给我回来 我现在回不去 为什么 你去哪儿了 你急急忙忙去哪儿了 我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先挂电话了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对啊 对啊 我和郭晓的未婚妻在一起 我在做生命中最后一件事情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包括你 包括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让我爱你 我不会让任何人去迫害她 你好 好 你手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 二究акс 师父 前面路口亭 蒂若 每个角落 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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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惶恐后抱紧 埋在你的肩膀里哭泣 要勇敢却怀疑 命运把爱情带到哪里 在惶恐后抱紧 摆在你的肩膀上 好可爱啊 宝贝 喂 思诚 是我 靳如打电话给你了吗 靳如她怎么了 就是打电话问问 你别骗我呀 你口气这么怪 出什么事了 没事 这样 我待会儿再打给你 如果她打电话给你 你一定要告诉我 好吗 行 先这样 我还有别的事 喂 请问是于心吗 你好 我是郭小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靳如来过吗 那给你打个电话吗 没事 是 这样 如果她跟你联系的话 你让她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好 再见啊 谢谢啊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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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不会跟着我吧 你刚才从公司跑出来 脸上表情湿魂落魄的 我就站在你旁边 你连招呼都没跟我打一声 你跑了那么远 跟了我那么久 就为了让我跟你说一句再见吗 我只是想确定你有没有事 我没事 谢谢 真的吗 真的 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 你跑来过小公司 说是帮她找东西 我随便问问 你找到了没有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有一个女朋友 我们在一起 但是她并不爱我 我们在一起生活 只是出于某种际遇 不得已才会 够了 你跟我说这些干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刚才走得很匆忙 东西都没有收拾好 这个女孩是谁 她到底怎么知道的 你告诉我呀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已经把我们俩以前所有的照片 信件我都拿到公司了 她怎么可能 你干吗给放到公司呢 那你说我放哪里 你可以烧掉 你可以毁掉 你可以丢掉垃圾桶里呀 我不想因为要跟一个人结婚 把自己所有的过去给抹杀掉 况且我也在想将来有机会 我想把它拿出来 还是要跟静子说清楚 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 我再找找吧 先这样吧 有什么情况再打给你 好吧 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 她们俩在一起 她们俩在一起 我们还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一起喝咖啡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还希望她和郭晓 要尽快地收起来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办 喂 喂 郭佑 你在干吗呢 有事吗 我把你的朋友约了 一起去喝酒 你一起去吧 我现在很忙 哎 你一天到晚都说你在忙 你到底忙什么呀 我都约好了 就一起去吧 我晚上去找你 你先过去吧 那晚上我在门口等你啊 一会儿见 女朋友找你啊 我没有女朋友 你去忙吧 我真的没事 谢谢你 好吧 好吧 对了 你知道 如果我们碰到事情 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吗 面对她 你只有面对她们 才能知道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 如果需要帮忙 可以找我 你们先进去吧 你们先进去吧 我等我一个朋友 小魁那你快点 我们在里面等你啊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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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一会儿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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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觉得需要再想一想 才能上楼面对她的话 我可以在这儿陪你 或者不陪你 你知道吗 照片上的女孩来过我们家 我还让郭晓给她做了一桌好吃的 就是为了介绍他们两个认识 我一直都觉得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坏人 只要你对别人好 别人总归会对你好的 你要是我 你现在会怎么办 我在楼下等你半个小时 你随时都可以甩郭晓一个耳光 然后下楼 我们俩一起去单身派对 当然 你也可以原谅郭晓 待在家里 半小时以后我自己一个人去 谢谢 不过 不过我不能让你这么等我 没关系 我只是不想让你自己觉得 你离开自己现有的生活 就会走投无路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后路 哪怕只是一两个好朋友 在那里支持你 谢谢 那 我先上去了 我等你 对 对 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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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葵 你的朋友还没有来啊 他说好要来的 我再等他一会儿吧 我看你的朋友都不来了 我们一起进去玩吧 他说好要来的 你先进去吧 走嘛 不要等了 一起进去玩嘛 好了 好了 你先进去吧 我一会儿就来 那我把啤酒给你嘛 那你们自己慢慢等了 我先进去了 谢谢 好 拜拜 一会儿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本应该早告诉你的 但是 却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 时间越久 越开不了口 但是这件事情 一直在我的心里 真的一直很沉重 尽管我没有做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情 但是每天只要意想到 这件事情 我就像做的心虚似的 结婚的事情 你先换一换吧 让我好好地想一想 给自己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案子 现在有三家公司共同竞争 但是其中两家呢我很了解 实力不如我们 没关系 但是有一家 我们必须得引起重视 这样 我马上找一些资料 你看一看 做一个按照工作 好吧 好 公佑 这么着 昨天真对不起 昨天怎么了 为什么说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 有什么呀 不就是大家晚上一起出去玩吗 你不来我也不会死 还有 如果你以后约了别的女孩子 来不了的话 请你照实告诉我 还有 如果你要是讨厌我的话 你也照实告诉我 光佑 来了 不好意思啊 试陪一下 来来来 快请进 您找我 对 坐 这个呢 是我整理出来的 同类产品的产品策划书和创意 你先拿着 还有这些 你都参考一下 两天以后交稿啊 但这个广告 从头到尾就是你一个人负责 我过一会儿跟客户部 还有设计部打好招呼 让他们全力配合你的工作 怎么了 没有信心啊 不是 之前不论大小 从创意开始都是你一人包办的 而且是从第一步开始抓起 这个品牌不算小 也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案子 您交给我 问题是 不可能是什么事情都是我自己亲自来啊 况且我应该放权给你们 放权给我相信的人 您相信我 当然了 对不起 没事 说到哪儿了 说到我非常相信你 不过说实话 我这段时间呢 也确实没有太多的精力发在公司上 当然管理上没问题 但是创意这一块 创意怎么了 为什么 一切私事 您有没有信心 你真的能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 好了 你去吧 那我先回去了 好 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好 不好意思啊 刚才正好在忙 不方便接电话 不方便接电话 好 几点 没问题 我可以出来 拜拜 你要出去吗 郭小刚才把新的案子交给我全程负责了 两天之内必须完成的 公司里太吵了 我想出去静一静 想想创意 那你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 随便走走吧 随便走走 随便走走 不是我 你把我号码存在手机里了 没什么 我现在可以过去 你在哪儿啊 好 一会儿见 嗯 怎么了 没什么事 就是打电话问问 你在干吗 我没干吗 到路上逛逛 怎么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去接你吧 我去接你吧 不用了 我打车就好了 真的没关系 我去接你吧 郭小 真的不用了 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我下了班以后 去超市买回来 郭小 你真的不用这样 不要让这件事情影响了你的工作 也不要影响了你自己 再说 我现在也不是靠你烧几个菜 就能安慰好的 我们都需要好好冷静冷静 你说呢 好吧 晚上见 我感谢 我感谢 我们能够的时间 我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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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